这里面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那棵苹果树 为什么呢 陕北啊 它出苹果 苹果特别好吃 接下来呢 请大家尝苹果 哎呀 好大个的苹果呀 哎 其余的给他们发了 给我留一框就行 对这个 拿起来 放点这儿啊 走就 就这一大螺丝 随子 这个大锅啊 来 吃吧吃吧啊 这个大锅 不客气了啊 跟着叠吧 跟着叠吧 真不错 又甜又脆啊 因为这个 这个 味儿 留几个 留几个 你这个吃苹果的 你边吃边聊啊 先都自我介绍一下 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找一旁 就是本村人 就是本村人 您呢 出于大辽就好 叫什么名字 苗自成 苗自成 你叫北雪莲 好 你们三个都跟种植苹果 有关是吧 我先问一下张师傅 为什么咱们这苹果 会这么好吃呢 又脆又甜 没有这苹果啊 没有这苹果 为什么又脆又甜 因为 我三百点 害怕高 有一千米 一千米害怕 一千米 早晚这个 我擦大了 要过照着四十长 对 但是晚上就冷了 怎么办 晚上冷了的话 其实说明它是糖质高 分差大 然后呢 糖分呢 就多一些 糖分高吧 这个就是这个肥料 肥料的话 我之前的话 用的是什么 紫缝 发生棍以后 我就是用的霞腿肥 用这这个肥的话 是苹果个儿大 水分大 糖质高 我这苹果 去年就是 同样八年的棍 他们弟弟自己的八年 我自己的八两个 一肥苹果 就起床就要三一两 就给它一般的苹果 重点 好 论个儿好算一些 比如这么一个苹果 大概能卖多少钱 这个苹果 我股市最少 最少个有八两吧 八两啊 这个苹果就 买了八块钱 八块钱 八块钱 一两一块钱 一两一块钱 有八两啊 八两差不多吧 这个八两差不多 我们拿撑一下行吗 能行 好好 来 把撑拿上来 拿个电子撑 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来 这是零点三五千克 来 我说七两 七两 七两 你肯定过 这个肯定有了 这个 这个个儿大 这个应该超过八两 超过 超过 零点四六千克 这九两啊 九两多 这九两啊 好 这一个大苹果 将近一斤呢 这里卖十块钱了 九块多钱了 张师傅 咱们这个苹果啊 这个外观好像 还有点不太一样啊 你看这个 比如就是 好像都是通红的啊 还有一些 好像一条一条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那有一些偏红的啊 偏红的就是通红的 有些偏红的话 它就是一道一道的 这两种不同的品种 那么哪种好呢 好吃的话还是偏红的好吃 调红的 一条一条的 让我觉得应该这种通红的好啊 通红的没有偏红的好吃 是吗 一条市场上 卖十块有个经养 就是专门撒这个桥红的 专门找这种调红的 对 调红的它又脆 除了看这个花红之外 还有什么 鸽头大 就是整个就吃一勺一勺 这块好吃 再问一下张师傅 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种植苹果的 六八年嘛 苹果的苹果是 十年跨棍嘛 初一年又买下的四千金苹果 买的两万四 哎呦 不错 你开始在这儿 譬如说是个问的 你这种招架 你这能买过八九千 就在那儿也开始 咱们跌进了 我又五十七块 那年就卖了两万四 初一年卖了两万四 挣了不少 后来那些钱 都用在什么地方 对啊 两万四 就要卖棉呀 卖油呀 你这人情模糊 赶紧要嘛 古年时候 说是都回来了 都给 给啥个钱 不是给完了呢 给谁了 给孙子嘛 孙子 给孙子们 孙子过年时候就 压岁钱 压岁不压岁 反正一个人一百块钱 就过年时候费 是 给压岁钱发了多少啊 因为 因为十三个孙子 十三个孙子 一个人一百块钱 一千三百块钱 年费发不钱 你有十三个孙子 你有十三个孙子 哎呀 那您挣这钱 确实过年不经花呀 发压岁钱就发完了 您十几个孙子 他们拿了你的压岁钱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录制 他们到现场来 支持你来了吗 来来 来了是吧 来来 都全来了 全来了吧 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是吧 你招呼一下 你的孙子都上来 我们见见面好不好 好吗 来 谁来 来 大部队 都是张老爷子的孙子 都来了 这边还有 都来 都来 欢迎大家 没想到 张老爷子这么多的晚辈 真是太幸福了 有大有小 这个最大的是谁 最大这个 好 孙子 问一下 多大了 二十六了 二十六了 那年还拿一个压岁钱 是 好意思吗 当然就象征性 给了一百块钱 好 哪一位最小啊 我看看啊 应该是 这两个最小吧 这两个最小 这两个最小 几岁了 五岁了 四岁了 吃过爷爷的苹果吗 不过了 好吃吗 还吃 还吃吗 吃太多了 你几岁了 八岁 上几年级 一年级 这个爷爷种苹果 你帮他忙了吗 帮他做什么 有没有帮他摘果子呀 施肥呀 有没有 没有 摘果子摘了是吗 摘完之后自己吃了是吗 好 从哪里赶过来 从卫南 城城县 你在那里工作是吗 最近在执教 今年在执教 大学 上大学是吗 就是研究生执教团嘛 爷爷种苹果 种的现在很有名气啊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 这种祝福和期盼 希望爷爷的苹果 越来越好吃 全中国的人 都能吃上我们的苹果 全世界的人 也都想吃我们的苹果 哎呀 口气真大 怎么样 不错吧 不错 好 掌声啊 送给这些晚辈们啊 谢谢你们 咱们再问一下 那个去年收入是多少 因为下的是 因为现在五万斤苹果 五万斤 卖了多少钱啊 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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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十万 后来是怎么样花的 我老爷关心这事啊 这四十万啊 我应该就给他房子 花多少钱买了 就是连装修 就没花的 就花了十万块钱 给自己住的 挺好 确实是跟之前来比啊 就翻天覆地的大电话 就很变好呢 那今年会卖多少钱 就从现在开始 我就想一想 小心啊 小心 今天要给你上 好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桥桥在那里啊 对 我再跟他们两位聊一聊 好吗 可以 好 苗 高智成 确实是咱陕北的传统 好 好 再问一下这个 白师傅 我住十字母吧 十字母过院的 买的六万 六万 日前吧 就是年轻的时间啊 往今不行 你想我住的那时间 就是 突个大率的那种方法 那时间还乔气不行 买的六万块钱 给又老乔气 经自乔气的 怎么办 给个爱人买的些 就是项链 二环 手术 这个好啊 当时爱人很开心吧 开心啊 好心 我们两个就开始 89年结婚吧 到现在还 全母妈故事一族 你89年结婚的时候 你给他买什么礼物了吗 是妈母礼物 是点悄悄不行 然后14年挣了钱之后 给他补一下 对 对 今天爱人在现场吗 在 来了 来了是吧 哪一位 就在这边 好 欢迎一下啊 这个白星亮的爱人啊 我叫利福了 又一看 金耳环 现在戴着呢 各位看啊 闪闪发亮啊 还有金戒指呢 金戒指 没戴 没戴啊 戴香脸了吗 我看看 往外来的 我看不见 看见了吗 这就是苹果大王的媳妇 你知道吗 当时给你买了之后 你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高兴 你没埋怨他吗 你说你看人都发财了 你这发财太晚了 没有 月也没用 没用啊 没用嘛 月财也没用 你对爱人 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啊 我希望他以后 好好把苹果五号 苹果就过得越来越好 好 谢谢您 谢谢啊 关于说到咱们梁家河村 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 在现场坐 他就是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 龚宝雄 我们欢迎他 董书记在哪里 咱们现在全村呢 有1200亩果员 有5倍亩已经挂过来 达到九七化管理 去年呢 咱们这个过农 大概就是收入不超过10万元 梁家河呢 全村下7个宠明小组 总人口呢 有433户 1187人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咱们梁家河呢 发生了繁铁伏定的变化 出门这些年轻人啊 已经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咱们村上呢 也成立了一个 小村文化旅游公司 导致呢 就解决了咱们村上 这个125名 这个就业人员 也搬起了六户农家乐 开启了十几个 这个土特产店 总和就业呢 达到220了 仍旧成熟了 16年都达到了 17980起来 相比14年 是将近返了一返 咱们的山变率了 水变倾来 咱们村子越来越漂亮了 我们现在的定位 就是让老百姓 去主导政策 产业在组上 好 谢谢 好 来 我们掌声 送给三位 谢谢你们